那么知常也明 我们假如说知道这个常柱不迁 知常的就叫明 明明光明 就是我们已经都全部没有无明 都是光明都是觉 全部都是在觉 因为知道常 然后都已经不变 在那个常柱不迁的 鲁鲁不动的佛性都不变 所以就已经到达我们那个光明的程度 所以知常也明 我们也时时刻刻可以到达那个明 就是觉的那个程度 看我们愿不愿意 那假如说让我们起心动念 那个就叫无明 因为起心动念叫不觉 不觉就是无明 那如果都觉的时候就做明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看我们要做还是不做 看我要不要做 要做就会达到 不做就没办法了 虽然说这真好 你不做就没办法 这样轻着只要你肯做 他就会一天一天接近 比如说我们这个妄想是没有的 可是杂念会有 杂念有我们就关照 关照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念头这么多 会泄气 可是这个要了解到 我们一泄气了以后 事情就不会改善 那假如说我们不泄气 两头这么多没关系 我就来给他关照 只要你肯 投入我们那个精神来关照 关照下去 他以后本来太多了 你关照他就变得很少 本来他达很强 我没有想到他 不然走出来了 很强 你现在在你关照 他会达达 在你没气 没辣 那要冒出来的那个力道 越来就越小 越来 叙叙叙叙的 就在你没气了 在你没气了 跟整个月 杂念都没了 都没了恢复前进 都是从我们一点一滴去做 绝对会达到的 就是不能自己放弃 放弃就没希望了 这个不修它永远在 杂念不修永远杂念 那我们六道人会 大了 活性里面没有 活性里面没有杂念 各位了解杂念吗 忘念是我们用力去想 那个叫忘念 杂念就是说我都没在想 不故意冒出来的 那有了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 有 有的话就是要关照 就像看家一样 各位有没有看过家 怎么过去 坐在家就好了 对不对 对啦 你就要坐在家的 现在在家看就说 家里有人 他就不敢 要留下来逃脱了 对不对 那个杂念就是这样 他来了 就像在家 那我们现在在关照 像主人在过家 他现在来看我们在家 他就没了 现在没了 他又来探讨 再来探讨 再来探讨 我们再看 都不用跟他做队了 看就好了 他就没了 现在再来 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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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不会 很简单 可是要了解说 虽然这个做这么简单 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一做了以后 他那个本来很腻的杂念 他就越来越少 本来很小 越来越少 本来来很强 越来越没力 只要你轻他关照 他就这样 那结果 他就越没了 越来越 全买 没了 我们的六道人为 所担来的一款 那个念头 都让我们跟他关照 都找到了 这样会不会 有没有想做 有 可是各位要了解 做这个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 不要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想一想 我来做万年方向 不要夹这位 然后万年方向 做一做 我来做 我跟你轻通 各位想说 听那个 那个静感间录音带 那个听到有那个讲信的 他说 他讲的方法 好多 我不知道要做多少 我来做一个 我来做一个 社交部 都打了 都做 打了 都不好 所以 一定 要单一 万年方向就是万年方向 观照杂念就是观照杂念 耳根言通 就是耳根言通 单一 你要做别的 要分开 不同时间来做 才可以 不可以都交代做 交代做 到买了 你一项就要都没有成就 有啊 我很认真在做的 做到没有一项 有那个好个出来 你如果分开做 每一项都有好个 你会知道说 没做进行的情形 跟做一顾的情形 你自己最知道 一定 绝对不敢 所以给我们 有那个信心 所以 各位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 修持的法门 分得很清楚 看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人都是有一种 那一种那个 同一件事 做久会疲惫 对吧 你当那个疲惫心来的时候 你就放下 不要再做 因为你再做下去 你对这个法门 会产生厌恶 那产生厌恶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在那一种 很有力道之下来做 很欢迎做 在那已经到没努力的时候 好 放下 硬量 硬量那个能量 这样会不会 所以修得很快乐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修得很高兴 所以 资场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恢复到 你佛性的光明